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這個O1跟O2是相交的 然後半斤分配是17 這個RE是等於17 然後AB是等於16 AB等於16 AB等於16 他上下對稱嘛 所以這個AM是一半 所以我想AM 是等於8 AM等於8 然後現在他說 O1O2 O1O2交這個AB與M 這個是中垂線 中垂線 所以這M是終點 是AB的那個終點 這是上下對稱 好,那麼現在要求什麼呢 第一小題 就這個O1 O1 O1等於多少 我們就做那個O1 O1的話是等於這個17 是等於那個半徑 O1等於多少呢 這是一個 直角三角形 O1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根號 根號這個R 這大R好了 R平方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AM AM 平方 好 那這個R的話呢 大的是17嘛 17平方 減掉多少 8平方 這樣等於多少呢 根號 A平方減B平方 這個減這個是9 啊乘以多少 這個加這個是多少呢 25 25 開根號 開根號有用就3乘5 3515 所以這個O1 O1等於15 再我們看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他說那個小圓的半徑 小圓的半徑是多少呢 是10啊 這小R 半徑的話是10 那第二小題呢 他問什麼呢 O2M O2M 比多少 一樣 這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根號 小R平方 減掉多少 減到這個 AM的平方 那這等於多少呢 10的平方吧 減掉多少 減到8的平方 這應該是6的平方 680那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等於6的平方 所以是等於6 好 那再來我們看呢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他問什麼呢 連心句 O1O2等於多少 O1O2就是等於 OM O1M 減掉呢 O2M 那O1M呢 是多少 O1是15 減掉6 所以是9 第三小題呢 是9 2M 8M 12M 7M 3M